今年冬天确实比较寒冷 很多民众会选择泡温泉来暖和身体 不过门诺医院心脏外科医师提醒 有心血管、慢性疾病或者是心脏功能不佳的民众呢 建议避免泡汤泡热水澡 以免造成心脏的负荷 天冷泡汤加上国旅正夯 不少民众近期投入温泉怀抱 不过对人体来说就好比激烈运动 突然运动量变大 也同时增加心脏的负荷 1月中旬就有名男子在暗通温泉泡汤昏厥不治 华里门诺医院心脏外科医师黄振明表示 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其实不适合泡温泉或泡热水澡 在心脏有问题的病人身上不建议去泡温泉 或是在泡热水澡 不是只有温泉哦 也是不要泡热水澡 因为在心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他的很多的血管其实是关起来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很多的血管 微血管是管起来的 它没有打开 可是当你去泡热水泡温泉的时候呢 这些血管就会扩张 因为我们要散着 身体自然的机制 可是它这个大范围的血管突然打开的时候 它心脏功能本来就已经够平常用而已 所以很多人在心脏有问题 心脏衰竭的病人 在泡温泉的时候会出事情 就是因为 你在这个当下 它血管突然都打开 它需要更多的心脏的血流出去的时候 它打不出来 它的心脏已经撑到极限了 所以它可能就心脏就要更用力 原本不会缺血的这时候就会诱发它缺血 那也会造成心脏负担变大 突然泡完澡之后 我怎么这么喘 那就是因为心脏 这一群人就是要特别小心 尽量不要泡热水 再来就是不要泡温泉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也提醒民众 天冷时泡汤时间一次5分钟 不宜超过15分钟 缓慢起身 泡汤前后多喝水 留意水温避免温差变化太快 分后至少1.5至2小时再去泡汤 另外就是有心脏血管疾病的患者 最好先咨询个人医师 或者有亲友陪同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